举步的这一套出装我想测试很长时间 因为它在外界传言比较大 说什么这一套出装一个一技能能爆发出五六千的真实伤害 说实话我怀疑是假的 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所以我就提前设置好了出装和命运开启了这局比赛 我自己亲自试一试它的真假 从而证明它是假的 当然也不排除我被打脸的情况 那么这套出装究竟怎么样呢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实战 来到线上的时候呢 我就看见老夫从草丛里面走了出来 我果断一个龙白尾打出真实伤害 这时候他就和我缠斗在了一起 我心里面想着我真实伤害都出来了 你还给我硬钢 那么不好意思 一个龙白尾直接拿下第一地去 前期这种情况不能说明这套名文是好的 只能说明对面的老夫太太 并且一级的这个伤害只有六百多 在我看来不是很高 接着我又来到我方的野区支援我方的队友 对面的人员还在反野 我直接一个龙白尾耍了上去 一个普通攻击先拿下普通 二技能吸一口法师 他把我吹出了巴掌圆 我继续向他靠近 一个龙白尾又是六百五的伤害 二技能吸一口 我们继续龙白尾 锋芒毕露 接下来我们回到上路 此时老夫子已经复活 吸他一口 一个龙白尾又是六百五 这个伤害一点长进都没 接着再来一个龙白尾 七百八十五 突然怎么长了这么高呢 我就出了一个小铁剑 龙白尾加普通攻击 又一次拿下老夫子 开局四杠零 出门龙白尾伤害六百五 还算不错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关注点个赞 镜头一转三分钟 对面的幅度竟然来到了上路 先来一个龙白尾 那就是1089的伤害 接着对着幅度 再来一个龙白尾 一千四百七十一 真实伤害 后面直接开启大招月塔 再来一个龙白尾 一千四百七十一的真实伤害 二连机破 我的天哪 这波亏还是不亏 五分钟直接把对面的一塔给倒回 马医还在我的后面追我 龙白尾打回去 两个普通攻击直接弄死 后面小明又跑了过来 直接龙白尾 一千七百六十二的真实伤害 再来一个龙白尾 两千两百九十的真实伤害 我的天哪 后面老夫子也跑了出来 直接龙白尾他 他用免伤 我的这一套龙白尾的伤害 只打出了九百多 后面我用大招追他 他也用大招逃跑 这一波又亏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间五分多中 能打出两千两百九的真实伤害的旅 实在是手机 还是很让我吃惊的 七分钟我来欺负对面的红buff了 但是对面的幅度 老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总是想过来阻止我 独自量力 打出真实伤害 直接普通攻击他 红buff我都不要了 直接追他 一刀就是两千多的伤害 最后老夫子还跑了出来 直接龙白尾他 两千两百零九的真实伤害 直接踏雪他就想跑开启大招 这一次我看就忘拿跑 落地转圈 龙白尾 两千八百七十一 二连击破 我的天哪 九分钟不出意外的 我来到了对面高地的面前 此时对面的打野 想从我家后排 想的太简单了 龙白尾两个普通攻击 拿下他 这手还走了出来 好机会 直接开启大招 落地转圈 先拿下一个人头 然后二技能吸一口 普通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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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也没了 这一波直接三连决胜 对面两个人瑟瑟发抖的回家了 拿下红buff之后 对面的大军已经几件 我们迎难而上 直接开启大招 落地转圈 一个龙白尾 那就是三千四百八十的真实伤害 我的天哪 十分钟 这个伤害三千四百八 对面来了三个人 直接被我一个人三连决胜 只剩下一个老夫子还被我配合 拿下回家 十分钟 这个伤害的礼物 我没见过 兄弟们 你们见过吗 十二分钟 还没有神装 我就来到了对面的高地 这套橱装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不过我喜欢 因为伤害太高了 对面大军集结 我直接开启大招 落地转圈之后 直接龙白尾 四零八八的真实伤害 对面的射手 直接被我秒了 回头再来一个龙白尾 一个普通攻击 又一次 我们三连决胜 对面已经阵亡四人了 这局比赛不就大局一定了吗 兄弟们 虽说我们又能打出 五千多的真实伤害 但是这套橱装神光以后 就伤害五千 我想着没问题 可见网传 这套橱装伤害高 并不是假的